首次结盟的国阵和西盟 下个星期就会完成并且公布议席分配 副首相兼国阵主席拿多斯里阿默扎西率先透露 国阵估计会分到45%的出战名额 也就是出兵来进逐超过100个议席 而且国阵要以年轻来制胜重用新兵 副首相拿多斯里阿默扎西 今天指导伊党的腹地登加楼州出席哈支节活动 随着六中议会已经全部解散 245个州议席准备全面开打 第一次结盟的西盟与国阵 在议席谈判方面已经几乎尘埃落定 根据阿默扎西 议席分配的最后一里路将在下个星期完成并公布 到时重叠的9个议席也会迎刃而解 而现阶段能透露的是 国阵预计上阵超过100个州议席 我考虑在对于中国议席看起来 45%-55% 45%-55% 25%-55%-55%- HH 也是国阵兼巫统主席的阿莫扎西指出 他和首相兼西蒙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将在近期针对确切的议席数量一锤定音 此外政治局也已经决定 每一个中议席州连委会都会推荐至少三名候选人 而临选标准除了从胜算方面评估 还会从警方反弹会和伊斯兰法庭的资料审查候选人的背景 健康筛查也要过关 国阵对候选人的要求 除了要身家和背景清白身强体健 另一个关键就是要年轻 阿莫扎西指出 这是为了让团结政府倾鉴年轻选民的心声 而且从之前的马六甲和如佛周旋可见 新面孔在40岁以下的新选民 尤其是在18到20岁之间特别受落 身在伊党的主场 阿莫扎西也借此机会 将伊党描绘成一个充满政治阴谋的政党 而团结政府要在六周选举中 让人民尽快醒悟 不要继续深陷伊党的谎言之中 没有任何关键英聲 阿莫扎西批评 政治阴谋及连篇谎话 给一党带来胜利 以致人民应该享有的发展 被抛逐脑后 如果国阵要出奇制胜 就要揭穿一党的阴谋 而不是高谈国阵的政绩 有多么卓越 因为这些已经不是 年轻选民的焦点所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